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雲哥 那肉圓在這邊 對,他現在還有點怕人 所以他不會以我太近 但是你如果要把他這樣放到手上,還是可以的 就是因為他也有稍微認識我一點了,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也是沒問題的 不過我怕他一起過啊,所以還是現在還蠻後面的 然後相信各位有些觀眾會蠻好奇啊 那現在過得怎麼樣,就是他的情況怎麼樣 他是9月6號來的嘛 那這陣子住下來,他也差不多就是有找到自己的一些生活互調 就是有進入狀況嘛 那大概就是每天早上啊,就是我會固定幫他洗紅子嘛 每個人一天都是洗兩吃,然後早上洗的時候 他會自己先去跑去廁所,然後等我開辦這樣子 目前我就是跟他培養在一起的方式就是 我會用手拿著吃,要餵他,讓他這樣吃 然後就是晚上也會這樣子餵一吃 一天這樣子餵兩吃啊 然後中間當然也是有方式要拿自己吃這樣 這樣子應該就收不下來吧 對 然後我在這樣餵食的當中,我可能會試著去摸他幾下 那目前呢,他大概會讓我摸在過50到100下左右吧 看他心情 對,他心情好的話,可以讓我摸100多下 他心情不好的話,至少可以摸個50下 就是,但是他吃飽之後可能就會多了 那我當然會跟他越來越熟啊 因為這種東西,培養感情這方面,畢竟也就是時間的問題了嘛 像他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怕我了 現在我要這樣摸他都沒問題了 但是以前的話,他看到我還會直接衝 就是直接跑掉 那現在好很多啦 所以說,這個慢慢來 加油 嗨各位,他現在已經可以站在我肩膀上了 但是畢竟他的腳斷過來,所以說 我不能做太大幅度的移動 因為他斷過的腳,所以抓穩能力不好 讓他拉一坨屎 對,這是幸運的象徵好不好 我等一下要去洗了 反正就是,因為他的抓穩能力不好啊 所以說,我移動 我如果移動幅度太大,他可能會掉下來 然後我們要配合他這樣子 你們看過把鸚鵡放在肩膀 但是你們有看過鴨子的嗎? 應該沒有吧 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 只是他抓著好肩喔 好,那他目前這個身體狀況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這個翅膀 原本就是掉下去了嘛 但是現在已經收回來了 然後他這個腳也比較可以抓東西了 所以現在就是進步很多啊 至於這個體重過輕的部分 雲哥就是 目前就是想借了食物,讓他多吃一點 然後去改善他這個體重的問題啊 應該是沒問題啦 因為他現在吃的比以前真的多很多 現在食量有變大 所以說應該是可以的 那我在想醫生測量出來過輕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在外面流浪比較久嘛 那他可能就是吃不飽這樣子 然後就讓體重這樣往下掉 所以呢 我這邊應該可以吃比較多 所以應該會胖回來吧 希望就是這樣子收下來 對 然後在他來我們家之後呢 雲哥有再去網路上 就是認識一些 又把鴨子當寵物的啦 就是希望就是 可以從他們手中獲取一些資訊啦 因為我畢竟對於飼養這種東西 其實沒什麼經驗嘛 可能說這還蠻好養的 但是 畢竟沒經驗就是 可能會常常碰壁 所以說 希望就是藉由一些前輩啊 提供這些知識啊 然後 可以讓他生活過好一點這樣子 我就認識幾個嘛 那他們人也都很好 常常會分享一些 他們家鴿子影片給我 真的超可愛 可以給他看一下 對呀 相信大家有看到我影片 其實雲哥一直都沒有想要鴿子可以那麼猛的 因為我記得我對他們的影響就是 只會吃東西 對 然後 就是我小時候會去公園嘛 然後看到一群鳥在地上吃東西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對他們的影響 但是 養了他之後 其實 這個影響也沒有什麼變 但是看了一部影片之後就 發現 鴿子好像真的蠻可愛的 就是說 目前我就是 盡量跟他培養好感情 然後希望他可以展現他這種 呆猛的影片在我們面前 對啊 我當然也是很希望可以看到啊 不過 不相破 其實在他來我們家之後 雲哥有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 每一次直播好像都有觀眾來問 就是 雲哥之後還有沒有想要入手什麼品種 那其實在他跟YY進來之後呢 我其實 現在發現好像 品種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其實 雲哥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樣 每過一陣子都會想要試養不同的品種 那這個慾望就是無限的嘛 但是 這其實我再想一想 這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在他們來我們家之後 我就發現 他們地位的差別好像不是因為品種 就是 他們在我心中的分量大概就是 誰陪我比較久這樣子 所以品種好像沒有那麼大的關係啊 其實在他跟YY來我們家之前啊 我其實沒有想過我們家會出現一隻虎皮鸚鵡啊 還有一隻鴿子 那 這兩種品種其實我都沒有想過要養 但是他還是來我們家啊 所以 緣分就是很奇妙的嘛 對 所以以後大概就是 一切隨緣順其自然吧 看緣分 對 對啊 那其實我也覺得我現在這個陣容已經很不錯啊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現在就是想要把他們照顧好而已 應該不會想要再去入手什麼品種 因為我現在發現啊 一隻寵物他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的品種啊 是世主花費多少時間啊 跟精力在他身上 他的價值就越高 所以我希望我就是讓我們工作室所有成員 都變成一隻有價值的動物這樣子 當然 這個價值不是用金錢去衡量啊 我認為這種感情是無價的 好啊 那 大概這就是我的分享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喜歡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雲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過 我要講一下 這個鴿子大便真是很臭啊